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2020年4月2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 重庆市南岸区锦江华府小区 一对不到三岁的姐弟从15楼坠落 小区物业保安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姐姐已经死亡 弟弟还有生命体征 于是将弟弟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非常不幸,弟弟经拯救无效死亡 这起案件发生后,现场所有人都认为是一起儿童意外坠落事件 然而警方经过现场勘察,发现此案疑点重重 幕后黑手竟然是姐弟俩的父亲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名父亲对自己的儿女痛下杀手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 重庆姐弟罪亡案 这起案件中的姐姐,小名叫雪雪,2018年出生 弟弟小名叫杨杨,2019年出生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姐弟俩长得非常可爱 正是非常遭人喜欢的年龄段 两个孩子的父亲名叫张波,1994年出生在重庆市长寿区 父母都是农民,张波从小就头脑简单,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很早就到社会上打拼 对于90后来说,只有小学学历也是非常罕见的 张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身高超过1米8,几行骗瘦,也会打扮,很遭女孩子喜欢 两个孩子的母亲名叫陈美玲,出生在重庆 父母都是某企业的职工,陈美玲小时候曾上过各种兴趣班 生活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挫折,一直很顺利 2017年,陈美玲进入一家小型贷款公司工作 在这里她遇到了张波,最开始陈美玲很反感张波 感觉她像小混混,没有什么文化 后来在张波的猛烈追求下,陈美玲被深深地打动了 两个人交往没几个月,陈美玲意外怀孕了 在犹豫的时候,张波告诉她 不管她要不要这个孩子,她都尊重陈美玲的选择 如果选择留下这个孩子,她就和陈美玲结婚 这些都让陈美玲觉得她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因此,陈美玲选择和她爱的人组建家庭 然而陈美玲的父母觉得张波不靠谱,反对女儿的恋情 陈美玲身边很多朋友也都不支持 但陈美玲觉得张波特别有丧尽心,人很聪明 那场婚礼没有彩礼,陈美玲父母还承担了酒宴费用 陈美玲眼中的婚姻生活,是过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 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力,就过什么条件的生活 新婚之后,各种矛盾皆中而至 陈美玲不习惯张波母亲满口脏话的讲话方式 不习惯张波的男性亲属长期寄居在本就不大的两居室客厅里 夫妻之间也会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发生争吵 大女儿雪雪出生后不久 陈美玲一家就搬到了江北区的娘家 也是在这个时候,张波与他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型贷款公司 在陈美玲看来,从那时候开始,张波整个人变了 他一直希望张波能早些回家陪伴他 但张波认为陈美玲不体谅他 他在外面需左右逢源打拼事业 每天都忙到很晚,都是为了家庭 两人经常因此发生争吵 不久后,陈美玲发现自己又意外怀孕了 他再次选择将孩子生下 小儿子杨杨出生后 张波依然早出晚归 对家庭不管不顾 2020年开始 张波向陈美玲提出离婚 然而陈美玲为了让两个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竟然天真的想挽留住他 他甚至给他下跪了三次 苦苦祈求他不要离婚 然而张波心意已决 对陈美玲说 你要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而我要的是大富大贵的生活 你和我不是一路人 2020年2月 张波与陈美玲正式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中规定 女儿雪雪归陈美玲抚养 儿子杨杨在6岁前归张波抚养 6岁后由母亲陈美玲抚养 原本以为两个人好聚好散 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陈美玲离婚后 在抖音发布视频说 这辈子生娃的任务已经完成 可以看出来 虽然离婚了 但是她很满足有儿有女的生活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 一场惨绝人寰的阴谋 正悄悄地向她袭来 2020年11月2日下午16点左右 陈美玲正在开车 突然接到了张波母亲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说 孩子从楼上摔下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陈美玲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 她甚至闯了红灯 边哭边赶往医院 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大女儿雪雪已经去世 小儿子杨阳住进了ICU 便身插着粗细管子 她急切地祈祷幸运眷顾 然而杨阳最终在凌晨时去世 姐弟两人醉亡后 所有人都认为是一起 普通的儿童意外坠楼事件 包括警方在内 并没有向谋杀案方向去向 只是按照正常程序 对现场进行勘查 竟然发现了种种疑点 据张波说 10月2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 张波独自一人 带两个孩子在家 张波的母亲外出打麻将去了 张波的家是两居十 当时两个孩子正在刺卧玩耍 他在另一个房间看手机 两个孩子自己爬上了窗户 然后掉到了楼下 然而警方初步勘查发现 刺卧的窗台上落了一层灰 并没有小孩攀爬的痕迹 同时张波回答问题时 表现得支支吾吾 很多问题都回答得莫能两可 于是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 申请行政专家到达现场协助调查 行政专家到达现场后 首先对刺卧的窗户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并没有发现两个孩子的指纹和脚印 如果两个孩子是自己爬到窗户上 摔到楼下 在窗台和窗户上 肯定会留下指纹和脚印 警方从楼下的住户了解到 刺发的刺卧偏西北方向 带户型的刺卧 带内飘型飘窗 飘窗距离地面40厘米 飘窗上的窗户离地面有80厘米 据孩子的母亲陈美玲说 大女儿雪雪的身高不超过90厘米 小儿子杨杨才一岁半 身高更矮 两个人很难爬到窗户旁的飘窗上 警方在现场确定了这些疑点后 随即将张波列为重点嫌疑人 经过警方的几番问话 张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同时交代了叶成成是此案的同案犯 警方随即传唤了叶成成到警局协助调查 并且扣押了两个人的手机 随后警方恢复了两人的手机数据 在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 发现了这起产劫人魂案件的密谋过程 2019年4月 张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 也就是此案的另一名嫌疑人 名叫叶成成 1994年出生在重庆市长寿区 大专毕业后 在家里的帮助下 开了一家食品贸易公司 但经营状况并不好 张波也瞒自己已婚生子的事实 不断追求叶成成 2018年8月 张波和叶成成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叶成成在知道张波已婚已育的情况下 仍然和他交往 并且告诉张波说 自己家人不能接受结婚对象 和别的女人有小孩 有小孩就得非手 2020年2月 张波离婚后 为了扫除结婚障碍 两人开始在微信上密谋如何将两个孩子杀掉 但是张波一直犹豫不决 所以迟迟未动手 2020年6月之后 见张波仍未对两个小孩下手 叶成成在微信中对张波说 反正有孩子我是接受不了的 你马上把孩子解决了就行了 张波在聊天中答复 孩子没有了 你就没有资格说我是二婚了 叶成成表示 是的 我就没有资格说你了 对此 张波提出 两条命就这样不值钱啊 叶成成在微信里答复说 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呀 有他们在 我们不会幸福 对于叶成成的这些说法 张波表示 所以都是为了你 我才去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叶成成回应 能证明你爱不爱我呀 到了2020年10月20日 见张波还未对孩子下手 叶成成在微信中提出 说来说去都是你那两个包袱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张波回复说 10月之内 反正没有办好 我也不会来见你了 叶成成表示 最多10天的时间 反正这周是最后的时间 2020年10月25日 张波声称要给女儿买衣服 让其母联系前妻陈美林 将女儿雪雪接到自己住住的 锦江华府小区的家中 向刺激作案 但是因为陈美林一直在场 而未能作案 11月1日 张波再次让陈美林将雪雪带到家中 并留宿 2020年10月2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 张波趁家中无其他人 将在吃过玩耍的儿子和女儿双腿抱住 从15楼的飘窗处扔到了楼下 将儿子女儿从15楼扔下之后 张波假装不知情 而后 7楼邻居高喊 哪家的孩子掉下来了 张波才从15楼跑下 跑下楼后 张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假装以头撞墙 堪称影帝级表演 在场的人都对他表示了同情 2020年11月11日 张波和叶成臣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021年12月28日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张波叶成臣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法庭上两名被告人开始狗咬狗互相指责对方是主谋 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庭审中撤销了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严惩两名凶手 叶成臣的家属向陈美玲提出赔偿30万元 以求谅解 但陈美玲拒绝接受 他表示 无论给我多少钱都不能换回两个孩子的生命 陈美玲说 张波把孩子抱起扔下 可能是他和孩子唯一的亲疑行为 一审判决后 两名被告人都提起了上诉 满满的求生欲望 早知今日 叶成臣委托了一名新律师 该律师是重庆当地的一名资深刑事辩护律师 案件发生后 张波的母亲就消失了 是法院帮助张波委托的律师 关于二审判决 让我们拭目以待 孩子刚刚去世的那几天 陈美玲一直无法入睡 一闭上眼睛就开始想孩子 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平日里他说话温和 总带着笑容 他不想让自己的悲痛影响其他人 孩子去世后 他将两个孩子的骨灰 安放在重庆市北贝区的一处寺庙里 每过一两周 他都会驱车前往寺庙 到了那里 他就泪流不止 平审后 陈美玲前往安置两个孩子骨灰的寺庙 在孩子们的临位前 宣读了判决书 张波和叶成臣 从一开始 就没有给两个孩子留下任何生的希望 哪怕是让孩子的母亲把两个孩子接走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的希望都没有给两个孩子留下 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两个人渣了 唯有死刑 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 最后 让我们平静一会儿 默默地为两个小家伙祈祷 希望他们在天堂健康快乐 关于这起案件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欢迎随时订阅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